像小Y他也是有一个 就是控制可以去断你的 包括这个宙斯是辅助 他自己这个宙斯 他这个神圣一跳 在现在这个版本的效果是非常好用的 先看一下中路这边是 宙斯被看到 拉回来之后直接打死了 然后让雪魔能跑起来 那这样的话 其实这条线上雪魔的操作空间就非常之大了 他这是中路给惯了个瓶 然后没惯上路 上路这里有机会要杀了 防目机就连拉出去 但是被宙斯一个雷击劈死 躲的时候小Y有点跟不上 是的 马西 飞一手 一手限运两秒 有没有暴击 赶紧过来溜三锤子 掩护一下赵公子的走位 白手一个枷锁 宙斯赶了过来一个雷击 先反倒杀掉了CK 前面想过来补新Q的话难度也比较大 而且飞这边可以等下人的技能 再电一下还想再拼 这边是成功击杀了这边的小Y 但是自己这边想走要看看怎么走了 已经黏住 他应该是不好走了 是因为已经触发了这边的Joker 是有视野的 你就走吧 而且这个位置就是之前有说过 死亡先知的一个前期比较好的节奏 我们看这个位置直接加索配合天空先射 而且死亡先知赶了回来 那贴这边没办法 来了一个生动机器 是 小色这边还差一下 反手一个巨齿飞轮还挺能把它收掉 贾伏斯这边状态倒不是很理想 看看宙斯的伤害能不能拼得了 已经蓝量不用很多手上带着个芒果 在反向跳拉开 DJ有一手回身贴 背回去的情况之下 等下一轮技能了 宙斯这边想硬拼应该是难度比较大 让贾伏斯完成个双插 但是我们看他直接赶过来把他补掉了 而且这一个锤子第三锤没锤到 但是后面有两个兄弟 螳螂捕蚕黄雀在后 拉图珠塞已然到位 你虽然能背带着我还有加索我 十分钟中一塔加下一塔全部吹掉 标准死亡先知中单节奏 然后冲他们的三角区 不过这个位置还是稍微小心一点 马西回身梯搬回去 有破晓成心的一个支援 落地之后直接眩晕一手 看看这边能不能刚得住 反倒DJ第一时间状态掉的已经比较差了 他可以反向拉开一波距离 看看技能CD如何 另一方面伐木机这边是把众人逼退 还在往前拒追给了个陷阱减速 那可以过来做一个支援吗 一手推波 先找机会 这边反倒上车中心想反打 但吃了隐匿之后 感觉飞这边状态不是很顶 也只能暂时向后拉扯了 另一侧伐木机这边已经被双倍的销售带走 这样的话马齐全能买活 一个回身踢向后拉扯 那这一波应该是差不多了 真应该结束明镜收兵了 看一下这里 开悟过来 不早时间的位置被动手 扳回来两秒晕 术士本来不想掉大的 他不会飞走了吧 好在还是把他带走了 他要飞走可太难受了 你把术士大招一砸 老干爹也不太担心 你会趁这个节奏 直接把楼山抽下 跳出来 智妮跟变阳还有枷锁 找到了这个贴 兄弟们离得还有点远 能不能递先秒掉 虽然说给了灰尘踢 但是走还是走不了 而且兄弟上山了 dj临死之前 还是把纳西队背了上去 手上倒是有TPTP 有TP无所谓的 两个核心能补多少就补多少 没有双BTP可能正面团还是比较难接 这波三人物 又是找到了这边的圣堂刺客 智妮 跳羊 然后天官现实加加索 贴马上就要死 同样的剧本在这个位置又发生了 嗯 老干爹要么就是下路推二塔 要么冲进三角去 但你这个防不了 你不能在这不刷钱呀 还想再找人 这边想排斥炎 现在变阳戒取剂 还有加索 捆绑之王已上线 但死亡先知的大CD还在转 伐木机上来给个盘子 被这边反向拉开 应该是相比杰在CD 上界终于一顶 这边数字咋大 但是盾已经先被消色拿了 算是钱是你的 但是你总要留个伐木机吧 加索 顶住 天光线射 准备落地 有没有确定能抢救他一下呢 补一轮骑射 伐木机先死 而且CK这边还冲锁上来 肯定要吃这个血迹伤害 这么想硬顶也不太够看 哇 那这样话 一个柔杉拿到之后 瞬间击杀对面一个 一二 一三号位 甚至是个二号有点难走 还得继续追 BKB开 有没有兄弟 嗯 兄弟好像有点跟不上 嗯 赵公子说 我这个跳到CD 跟伐木机沟通一下 你来个伐木机练 然后我砸个大 你看看能不能把那个盾 找找机会操作一下 但是拿T4在这个位置 哎呦 自己时间交的 大家没顶住 反手加索 那赵公子估计也有点难走 以逆机拿到这颗人头 我还是两个核心 只有前刷 而且刚才中路这一波 确实有点抬一手 圣囊刺客的经济了 但是这波再顶过来 哇 直接一手链接 加暗炎术 割裂直接杀都不 往后跑 但是红色法拉利 你跑得过他吗 另一侧 大家最顶起地的BKB 高台上面是有一波视野 可以看到 刚才CK的一个走位 而且是白天 跳羊撒粉 然后找机会给加佐 天光先生一顶 这边小白先后拉扯 一波 而且割裂给到TA身上 战士术砸了这个大招 但是并不能救下来 法阿姆基上也打了一波AOE 但这边毕竟是有BKB 若测红色法拉利 已经第一次收掉这边的术士 三角区感觉 已经被老干几来的三波了吧 哎 跳过来 想反打 想反打 但是 这个位置到处拿出 就没有自己的BKB 先来三锤 晕一手法阿姆基 虚风术吸一手 然后再顶上一手 狗命指环 队友都往这边靠了 宙斯一个雷击批道 马西这个位置还是第一次拉开距离了 但是伐木机有点过于顾忌深入 想走 不变扬 总得留一个 红色法拉利往前 一个割裂 给到CK身上 提马刀还在向后继续拉扯 位置有点太深了 嗯 不过急 这边再来一手雪技 笑色自己这边 往前硬顶 吃一轮伤害 一个眩晕 晕了一波 这波好像是有点 没控制出车速 冲了点太过于靠前了 他这个位置也太深了 嗯 然后DJ临死之前 背了一下小歪 法阿姆基配合自己队友 由CK拿下小歪的人头 这个宙斯的位置 还是 然后补技能吗 这个位置 第一弦好像CK的旋律 没有跟上 那这样的话 反倒是废子边 第一弦BKB反向拉开 红色法拉利跑起来 看看这波要找谁 先进击BKB 直接过来扣法阿姆基 但是感觉伤害 第一弦掉的血量 有点慢 但是CK在正面的血量 已经非常差了 一手胡云闪电 直接打死 后面天光星人一落地 天也阵亡 那这一波 抓人不成 反背干三个 甚至法阿姆基 自己也非常危险 他是一个买活的状态 好在这他成功撤退 前行自己这边的话 已经有了一手晕锤 上来还是三角区 D线 赵斯皮大招 跳过来 变扬 找位置 卡个走位 加走线不交 这样的话DJ先行阵亡 这个新手有点让弗兰提克 一点办法都没有 是的 这边再来一手三秒眩晕 但是你真的能动他吗 DJ买活过来 没有找机会背到 还要再过来 这边蛇棒一查 拉特特大招一开 数字不快 还要再找位置 打大把这边 你先顶上来了 过来一个变阳 再加一个拉 拉到这边一个贴 数字只能背活较大 天光星人再来一给 贴自己的状态 并不是很理想 这样的话 年座感觉 TA这边有点再艰难逃 已经先行阵亡 后面再过来一个变阳 加一个枷锁 空到伐木机 虽然说旁边有个小出走人 但是感觉就并不能拯救伐木机 伐木机倒地之后 CK这边体力不支 估计也要倒地 三大哥全部阵亡 正面反弹提克 已成溃败之势 信使也不放过 毫不留情啊 跟自己家一样 大招一开 拆你防御塔 双倍血魔 这两人拆好派 想动小崴被吐走了 想找到关键先生 但是并不太可能 反倒顶起BKB想过来杀Y队 Y队就先跳拉开 这边虽然说自己被收 但是TA自己这边的话 说实话还是很难走的 飞这边手上是有晕锤 上下之后再往前继续跟 TA的BKB已经结束 跳过来 一锤送你走 另一侧 拉住之后 这把 虽然说 反弹提克 没办法了 只能敲出机器 再次